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呢是 你的身边最近有没有人在偷偷喜欢你 偷偷地暗恋你 那这个人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他有可能会是怎样的人 那有时候我们还可以从讯息中看出 他可能是哪个星座的哦 好,那我们前面呢 一样有四种宝石座 我们今天选择的代表物 第一种呢是紫水晶 好的 第二种呢是黄水晶 第三种呢是 橄榄石 橄榄石 最后一种呢是红碧玉 好的 现在呢 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深呼吸三次 深呼吸完了之后呢 请想着你自己 想着我们今天的问题 最近有没有人在偷偷地暗恋我 偷偷地喜欢我 如果有的话 他是怎样的人呢 想好了之后 睁开你的眼睛 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直觉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好了吗 选好了之后 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这十二张牌翻出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看到这张牌叫做圣卑五的逆位 还有前必二的逆位跟圣卑一的逆位 这三张牌呢 是代表过去 过去大概两三个月的期间当中 有没有人呢 其实是想要 就是暗恋你啊 或追求你 其实我觉得不算没有 但是就是说 这个人呢 还在摸索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我们这边看到圣卑五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前必二的逆位跟圣卑一的逆位 在你身边出现在你身边 对你有兴趣的人 其实基本上在那个时候 多半可能有一些是刚走出感情上的创伤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但是觉得你还不错 所以想要跟你多认识一下 可是呢 他们的动作就不会很积极 或者是说 他觉得你也不错 可是他也有其他对象 所以呢 很认真的在暗恋你 跟偷偷喜欢你 想要追你的人 其实是并不多的 可以说是没有啦 那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你身边是有两个人 就是可能最近才冒出来的人 是对你有兴趣的 为什么说有两个人呢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一张 叫做是权杖六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宝剑石的正位 这个呢 好 那等一下再讲 但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边看到 权杖国王的正位 还有月亮牌 另外我们这边还看到死神牌的逆位 跟权杖一的逆位 好 简单来说 为什么说大概会有两个人的原因 是因为呢 原本应该有三个啦 可是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权杖六的逆位 跟宝剑石的正位代表呢 这个人觉得 其实他跟你可能就是合不来 或者是说呢 他觉得他自己可能配不上你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自己想一想了之后呢 就他自己在你身边 跟你接触一段时间 然后他自己想一想之后 就自己退缩了 他就没有打算要跟你继续 也不能说玩下去 只能说他就是没有觉得他可以继续跟你发展下去的可能 他觉得他自己配不上你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这么的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自己退缩 自己呢 就是结束掉 那我们这边呢 看到一个权杖的国王 还有我们这边看到月亮牌 这两张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有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积极一点的 然后他年纪可能稍微比你大一点 那他的星座呢 其实有可能是这个巨蟹座 或者是呢 我觉得是母羊座几率也还蛮高的 那基本上呢 这个人呢 他就是相对比较直接一点 可是呢 这个权杖国王型的人 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 有时你会觉得他的脾气有点喜怒无常 或者是说 他会因为你的反应 你对他的反应 而会有一些 比较大的情绪起伏 所以你会觉得他有时候会突然臭脸 不开心 或者是说 他有时候 对你很好 可是当你的 做了某一些反应 或是做了某一些事 讲某些话之后 他可能突然自己心里小剧场出来的 就变得非常的阴沉 所以你会觉得他有时候 很乐观开朗 可是有时候突然 好像他自己在想一堆事情 然后又不跟你说 但我确定 这个人对你是有兴趣的 但是他的得失心真的很重 也因为他的得失心很重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他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好 我们这边来看到死神牌的逆位 跟全杖医的逆位 这个对象呢 其实就相对是比较 呃 好 他比较没有胆子一点 可是他对你是有兴趣的 这就单纯暗恋 因为全杖国王型的这个人呢 我觉得基本上他还比较直接一点 会让你感受到他有在追你 可是 死神牌逆位加上全杖医逆位的这一位呢 他就是偷偷看着你 然后可能会偶尔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给你一些暗示 可是那个暗示有时候会让你根本感受不到是个暗示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个人在喜欢我吗 可是你又会觉得说好像 有时候会有一些眼光投射在你身上 好像某个人正在看着你 不是不舒服的那一种 是他会观察你 然后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给你一个帮忙 可是你又会觉得说 啊那可能就只是好朋友吧 或者是说他就是顺手帮我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部分上面呢 我个人是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是真的追你比较勤一点的 但是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害羞一点的 但是大概有两个人是正在暗恋你的 好的那最后这三章代表的是现在暗恋你或现在追求你的这个人 到底跟你之后会不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好发展呢 我们这边看到权杖宝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权杖宝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有看到宝天宝的一个正位 基本上来说呢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呢 这几个人跟你之间的感情呢 基本上是很难有一些发展的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真的想东想西想太多 不管是他或是他 我觉得他们心里面其实都被自己给绑住 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走不出的一些难关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想不是很开的地方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他们想这么复杂 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相对都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也因为他们想了很多绑住他们的行动 导致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算是一个更多的一个积极的表现 所以对你来说他们两个人还是在喜欢你 没错 可是你就会觉得行动上变少很多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权杖四的逆位跟宝剑八的阵位 他们自己呢 可能也因为有一些自己家里面的事情要处理 也比较忙一点 所以感情的事情或许他就先把它放着 不过这是未来一个月的事情 那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 或许会有更多的一些转变也说不定 好 接下来我们每人专卜卡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三张 我觉得宇宙给你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最近可以暂时的不要想这么多感情的事情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看到玩乐的时间 海图们知道游戏的重要性 因为喜悦可以创造奇迹和实现愿望 我觉得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最近你要让自己玩得开心一点 去做一些会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去看电影啊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踏青走走啊 会让你觉得开心的话就去 去玩 让自己开心过得快乐一点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通常出现这张牌的时候都是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你透过玩乐的过程当中会让你更有魅力哦 第二个就是等待 此时别仓促情是今后更好的结果 呃 面对到有没有人喜欢偷偷喜欢你 好 明恋暗恋都有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对象 为什么这个宇宙跟你说要等待 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清楚的话 其实后续感情本来就很难有发展 等他们搞清楚弄好自己的状况在出现的时候 对你也是会有会比较有利的哦 最后我们看提高视 我们看到提高视野 提高你的标准对自己抱更高的期望 不要安于现状哦 其实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宇宙要告诉你 不止这两个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 所以这两个就把它当作备选对象就好 目前反正他们也还没想清楚 就让他们慢慢想清楚 等他们想清楚的时候 说不定你身边就出现更好的 因为通常出现这张提高视野的时候哦 这张提高视野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呢 这个宇宙呢在暗示你 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有更适合你 更好的对象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哦 所以呢 这张牌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暗示啦 所以不要先 不要不要觉得说 现在只有这两个好像不太够不太好 是不是没有人喜欢 不是 是更好的在后面 OK 好 就是选择到紫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黄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哦 到底最近 你的身边有没有人在喜欢你 有没有人在暗恋你呢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呢 高塔牌的逆位 还有迎者牌的正位 还有前臂七的正位哦 这三张牌代表的是在过去两三个月当中 我觉得是有人在暗恋你的 或者是说他是喜欢你 但是他的行动上没有这么的明显 我们这边看到高塔牌逆位 跟迎者牌的正位哦 其实意味着就是说呢 可能有一个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人 或者是你经由工作上认识的人 他是偷偷在喜欢你的 而且他是一个个性上相对比较平稳踏实 有时候甚至于相对低调的人 所以和你在互动当中 你可能会若有事物的感受到 他好像对你有兴趣 但是又好像突然又对你没兴趣的一个感觉 那他会行动不是这么的明显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前臂七哦 他自己本身的选择性可能也稍微多样化了一点 不是说人家花心 人家现在也诞生嘛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呢 他其实喜欢的对象好像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反正他也是边走边看 所以在一个还没有下决定之前 他有一点像是多方投资 但是他对你是有兴趣的哦 好 在现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精彩了 你身边应该是 我觉得有还不错的对象 而且呢 可能也两三个蛮多的哦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权杖皇后的逆位跟恋人牌哦 权杖皇后的逆位跟恋人牌呢 其实呢 呃 这个对象呢 应该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对象哦 他呢 相对是属于比较冷静 比较稳定型的一个人 然后呢 个性也是很理性的 可是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我们先看到练人牌跟权杖皇后逆位的搭配哦 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这个人呢 其实对你呢 呃 是相当有好可能 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用心去追求你的人 所以这个对象算是还蛮不错的哦 好 不过呢 因为他是相对比较理性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权杖皇后的逆位 所以呢 他在喜欢你 暗恋你跟追求你的过程当中 可能行动上相对比较谨慎保守一点 我们这边呢 看到的另外一张牌叫做是 命运之轮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宝剑八的正位哦 这代表着是呢 呃 其实我刚才有说有两三个嘛 但这个就是完全处在一个 呃 暗恋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上升太阳 可能在处女座的人哦 为什么呢 他会觉得跟你认识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 呃 现在不是发展感情的时机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行为行动 完完全全就是处在一个 虽然喜欢你 可是我不太会有什么行动的一个状态下 他自己把自己绑得牢牢的死死的哦 因为他觉得现在时机不对 那这个时机不对的问题可能啦 我觉得一部分是跟他自己脑袋当中 或是他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有关系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就不要勉强人家嘛 好 那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呢 宝剑六的阵位 这边还有一张是皇帝牌哦 这两张牌代表的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其实相对也是喜欢你的 那这个喜欢就很直接 他就不是暗恋了哦 当然他可能也是暗恋 只是他会很明显到让你 可能会直接跟你讲说我在暗恋你哦 类似这种情况 或者是说 他的暗恋会暗恋的很明显 这样算暗恋吗 总而言之反正这个人很喜欢你 而且很明显的会让你知道 他是喜欢你的 而且是义无反顾的 再加上因为有 嗯 宝剑六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有可能呢 跟这个 他的生长环境可能跟海外有关系 他有可能是外国人 或者是说呢 他有在国外念过书 然后因为他是皇帝牌哦 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你的时候 相对来讲是相当有主见的 跟这个比较冷静的人比较不同 这个对象相对比较 害羞一点 有没有他害羞啦 就是他比较理性一点 他会比较尊重你 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皇帝牌类型的人就 比较没有那么有礼貌 他想怎样 他就怎样 相对比较任性一点 也比较强势一点哦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两个人呢 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那最近喜欢你的人 有可能是哪些星座呢 我觉得上升太阳在双子座 或者是金牛座的几率 还有升太阳在狮子座的几率 其实也蛮高的哦 双子金牛 还有狮子的几率是蛮高的 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选到这一组的朋友 可以注意一下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呢 未来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这几个 跟你之间的感情 会不会有什么发展 哦 我们这边看到 前币侍卫的正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 前币皇后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 这个 正义牌 好 我个人觉得 从这三张牌看来呢 我觉得呢 呃 你会跟我们刚才讲到 这两个人呢 保持一个 稳定友好的关系 好啦 我们这边看到正义牌 正义牌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点 就是呢 它是一个 呃 跟天秤座很有意味的牌 但不是说有天秤座的意思 而是 你把两个人 或是两个对象呢 的这个互动关系 都处理的相当的 平稳稳定 这两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 都还不错 那 有时候我们会讲到呢 正义牌代表的是呢 你其实是有 把他们放在心里面 去做一个衡量的 哦 那认识这两个人之后 你会觉得一个 就是个性相对 一个个性上 或者是年纪上 相对比较年轻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较 呃 冷静理性一点 哦 那比较年轻一点的 可能是这个啦 比较理性一点的 应该还是这个 好 那总而言之呢 你和这两个人之间 就是保持一个 很好的互动 也可以说 这两个人呢 都被你放在 被选的位置上面 不是备胎 是被选 就是你把他们两个 都放在一个 呃 这个也不错 另外一个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啦 会不会有发展呢 是 你自己心里面 应该觉得 跟这两个 有发展 其实都不错 可是你还没有办法 做出一个选择 哦 我想排的讯息上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好的 我们先要美人鱼占卜卡 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 补充讯息哦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三张牌哦 第一张叫做 探索你的选择 开始考虑 别种可能性的时候 就是适合改变的时机哦 可是我看到 探索你的选择 这一张的时候 我深深感受到 一个讯息 就是他跟我们的 这个正义牌呢 其实是很符合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身边的 这两个对象 跟你之间 其实是相对来说 呃 都还不错的对象 那你也可以 改变看他们的角度 或者是 好好的去衡量一下 他们 其中一个 是不是最适合 你的哪一个人哦 而且我们这边 看到pay attention 留意重复出现的 你内在的指引 它可能成为你宝贵的情报 我说过 因为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 你可能会在这两个人当中 做一个选择 可是你又很难做选择 那当你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就要记得 我们这边讲到的 重复出现的迹象 还有你内在的指引 有时候呢 就是一种直觉啦 我们最后也看到 正面能量哦 让你自己接触到的 人和境遇 都是正向的 避免负面的东西 简单来说呢 就是当你如果 在这两个人当中 没有办法做一个选择 或决定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 是一个正面能量比较强 它可能就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宇宙给你的一个暗示 跟一个讯息 你可以好好参考哦 好的就是选择到 黄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 橄榄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有没有人在喜欢你 有没有人想追你 有没有人偷偷暗恋你哦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三张牌 这张呢 是力量牌的逆位 还有圣杯七的逆位 还有前臂的 这个世卫的逆位牌哦 这三张牌 其实代表的是 过去两三个月当中 我觉得你身边 其实是没有什么人 在暗恋你 或偷偷喜欢你的哦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呢 接近你的人 其实我往往会觉得 就是 呃 你跟他们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可能 一开始抱着 是想认识你看看 可是认识你之后 发现可能不适合 那当然不是说你不好 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他们自己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强烈的 一个感觉 有时候你知道 感情是一种感觉 就是说 他如果对你很有感觉 很有感 很喜欢你的话 他才会想追你 可是实际上面来说 这三张牌告诉我们 过去两三个月 接近你身边的人当中 其实大部分来说 对你的那种感情上的感觉 并没有这么样子的 一个强烈哦 那对你呢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幻想 也没有太多 实际上就是 好像看到你 就很想很想 很快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大部分来说 都还没有提起一个兴趣啦 那现在呢 我觉得你身边 是有人在暗恋你 可是这个暗恋你的人 可能有一两个 但这一两个 都非常之不明显哦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宝剑七的一个阵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 星星牌哦 这个人呢 其实对你是抱有一些喜欢的 他心里面是有想要跟你 有一些发展 可是因为这两张牌 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这种共同的特质呢 在我的解释上面就是说呢 其实他比较想要跟你的是 处在一种 比如说 晚上可以 睡一起的这种 好啦 简单来说 他就是找泡友啦 对你来说 你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 可是对他而言 他的喜欢就是 他对你的肉体 是非常肯定的 他觉得你就是 跟他在床上 也会很 可是坦白说 如果是感情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合 或者是说 他目前也还没有想要谈感情 另外我们这边看到 太阳牌的逆位 跟权杖五的正位 这边代表的是呢 其实 你身边的人 大部分基本上 对于你的认识上 都是还不太够的 而且 我觉得有时候 你表现在别人面前的 一个态度跟行动上面 可能有点像是 你不是很想要谈恋爱 或者是说 我现在也不缺 我没有对谁 有特别有兴趣 或者是说 你的防备心相对比较高一点 在面对这些 可能对你有兴趣的人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我们保持一个礼貌的社交距离 会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所以对你而言 就是对对方来说 你的一些行为跟行动 其实也不能说 把他们吓走 但就是会让他们觉得说 你也没那么喜欢他们 你好像对他们的 这个印象 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吊人牌跟宝剑扇 这代表的是 原本可能对你有兴趣的人 会开始思考说 那我是不是现在 不用行动会比较好 或者是我该怎么样去接近你 而且你有时候 你讲的话 或者是你的一些行动 是有一点伤到他们的心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故意的 你只是单纯就是觉得 这样不好 这样不需要 或者是 我觉得不OK 可是你说出来的话 可能会让他们觉得 有被刺伤的感觉 好 最后我们看到 世界牌 钱币七的逆位 还有正义牌的逆位 这三张牌其实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两个月当中 会有还不错的好对象 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的喜欢你 也就是说 你的好对象 基本上现在还没出现 要未来一两个月才有可能出现 那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世界牌 我们这边还看到了正义牌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 这个钱币七的逆位 我会觉得这个人其实他算是蛮单一 蛮专情的一个人 而且 有可能是外国人 或者是你出门去旅行的时候 你出外去比较远的地方 走走散散心的时候 会让你遇到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对你就会产生兴趣 或者是说这个人就是 可能来台湾的外国人 或者是来到你居住的城市的外国人 他可能不住在这边 但是他见到你之后 就对你产生很多的好感 所以我会觉得你的 这种会喜欢你的人 会暗恋你的人 会想要跟你有进一步发展的人 要未来一两个月才会出现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快点去认识这些人的话 你可能可以计划一下 未来一两个月 就是做完占卜之后的未来一两个月 出门去旅行去走走 那如果有人在未来搭讪你的话 或者是想要认识你的话 或经由朋友介绍的话 你也可以去试看看 那这个对象呢 比较有可能的呢 是水瓶座 或者是上升太阳战 牧羊座的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用美人鱼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我们第一讲牌看到的是 曾经肯定欲 每天早晨做个正面 声援开始实现的大门 有时候宇宙给你这个讯息的时候 通常都是代表着 你对你自己还不够肯定 你需要更多的自信 你需要每天告诉你 其实我是很棒很好的哦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自信会从你的内在 散发出更多的光彩出来 探索你的选择 开始考虑别种可能性的时候 这是适合改变的实际 有时候我们从中间这边看到 比如说宝剑三这张牌 我们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 可能你说出来的话 在无意间会伤到某些人 加上这张探索你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宇宙给你的讯息 就是 或许你原本喜欢的 想要的 是相对条件上 也许不是这么适合你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条件开宽一点 所以呢 这是一个适合改变的事件 你可以去多看 不一样的人 有时候你去多认识不一样的对象 不一样个性的人 你会发现到 还是有另一片天空 或者是说 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人 是适合你的哦 这个部分上呢 是 我觉得宇宙会告诉你 可以有一些新的选择性啦 玩乐的时间 海豚们知道游戏的重要性 因为喜悦能创造奇迹 与实现愿望 再加上我们这边还看到了 世界牌哦 你可以计划一个旅行 就是你做完这个占卜之后 也许未来一两个月 有时间就出门去走走 出去玩玩得开心一点 其实有时候在去玩的当下 你在笑的时候 你心情最好的时候 就是你最吸引人 最容易让别人爱上你 喜欢你的时间 所以配合一下 我们这两张牌 所给你的讯息 我相信呢 接下来一段时间 如果你出门去走走的话 其实还蛮容易认识到好对象的哦 就是选择到橄榄石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 这边呢 是代表两三个月前 就是之前哦 两三个月内当中 有没有人是很喜欢你的 我觉得是有了哦 我们这边看到力量牌的正位 还有权杖骑士的逆位 还有圣碑石的逆位哦 这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 他自己可能有对象 但是他的感情 走得不是这么的顺利 但他遇到你之后 他突然发现 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我可能可以把你列为是一个呢 这个可以跟我谈恋爱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人是会接近你 但是他行动又不会太过的明显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感情问题 是还没有解决清楚的哦 所以这个对象呢 我觉得他就是对你有兴趣 但是呢 行动有限的一个类型 现在的你所遇到的人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一点了哦 所以呢 你所遇到的人 值得就是对你有兴趣的人 好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权杖二的正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呢 这张牌叫做是 宝剑侍卫哦 那宝剑侍卫呢 宝剑侍卫的逆位哦 那宝剑侍卫的逆位加权杖二呢 其实代表的是这个人呢 一部分来说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张牌加起来 他有一个跟刚刚我们看到最上张牌 类似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他还在选择 到底要选择你呢 还是要选择 嗯 他可能 跟他还有一些感情纠葛的这个对象 所以对他来说 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他又觉得 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对象 他就会 想要跟你多一点互动 但是呢 他又不会太多 好 那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呢 就相对是另外一个人 很明显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教皇牌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 前逼四哦 这个人呢 相对就是比较 稳定保守 而且道德感比较高一点 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是喜欢你的 可是他的动作都不会太大 因为对他来说 你虽然是一个好对象 可是呢 他自己在感情这一块的付出 相对就是比较缓慢 而且不会这么的积极的一个人 他会希望就是 慢慢的去知道 你对他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对他也有兴趣 可以达到两情相悦的话 他才会更加的主动 他不是属于那种 会一直很努力去追求对方的那种人 这样子的人的一个个性 往往有时候就是 他就是一个呢 牟定而厚动 希望先看到你对他有一些兴趣 他才会更主动的一个类型 好 那这边还有第三个人 好 这个对象呢 其实我觉得啦 他其实是很喜欢你的 可是也因为这样 他非常的害怕自己做错事情 而且 有时候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 在很多的情况下 他都做错事情 然后他的挫折感就会很严重 然后心情就会不好 有时候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可是他自己就会把很多事情 往比较负面的方向去想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月亮牌跟 站车牌的逆位 这两张牌呢 其实谈到的点是说呢 这个对你有兴趣的人呢 其实他本身哦 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情绪常常高高低低 然后会因为你的回答 你的回应而 影响到他心情的人 而且他常常会觉得说 如果他做某件事情 然后你没有很开心的话 是不是他就是做错事情 是不是他让你不开心的等等之类的 真的是比较患得患失的一个类型了 也就是说其实他本身呢 是比较没有什么安全感的 而且呢 我们会看到在这三个类型当中 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还是这个哦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比较忽冷忽热 那中间这一位呢 就真的很保守 你有一步他才有一步 你也有时候会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喜欢我 因为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就是一种暗恋的概念 那这个呢 其实是做了一堆事情 可是呢 常常呢 就是你会看他好像不是很开心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不开心就不要做 但是他不是因为做了这些事不开心 他是对他自己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他相对来说 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 但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那三个人当中 我觉得这个人是最喜欢你的 因为如果说 他没有这么喜欢你的话 他心里面其实也不会有 这么高的一个高低起伏 好 最后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这张是钱币酒的逆位 这张牌是呢 圣贝尔 这张牌呢 是权杖三的逆位 哦 好 那这三张牌代表的是呢 在未来一两个月当中呢 我觉得 你会跟这三个其中之一呢 会有一个两情相悦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 接下来会有某一个人 非常的努力的想要去接近你 而且呢 他其实是想清楚了 他要选择谁 所以呢 他看到了 应该说他在他心里面 想清楚了 你才是他 最适合他的那个人 你才是他最喜欢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圣贝尔 那这个人 其实会花很多力气在你身上 因为我们看到钱币酒的逆位 所以呢 我觉得在未来一两个月当中呢 你有机会跟这三个人 其中之一呢 就是慢慢发展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感情 好 好的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呢 美人一张葡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的 我们看到保持乐观哦 你的梦想正在实现 在奇迹发生之前 别放弃 我觉得 如果你心里有 在想某个对象的话 或者是说 你觉得某个对象喜欢你 而且你也喜欢他 可是他可能没有这么的 积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你要保持乐观 因为你的梦想正在实现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其实心里应该是喜欢你的 那在奇迹发生之前 不要放弃哦 接受上天的援助 你以祈求支援 就让开路来好 让上天帮助你 其实你对老天爷的 祈祷 你的愿望 其实宇宙都有听到 那你只要保持乐观 其实这个宇宙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而且会慢慢来到你的身边哦 促进显化的音乐 如果要快速的实现 在想着你的渴望时 可以一边引诵 哼唱高歌或播放音乐 我觉得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这个讯息就是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呢 利用音乐 来让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的拉近哦 比如说 你们可以一起去讨论一下 有关音乐的事 但是跟你喜欢的对象 你有兴趣的那个对象 多去讨论一些有关音乐的事情 或者是 一起去参加一些演唱会呀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 音乐的活动 或者是呢 你自己也可以一边听音乐 比如说在那个人身边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唱几歌来 等等之类的 都会让对方对你呢 留下更多的印象 或者是因为这样的 更喜欢你哦 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 不是这么直接 但是又可以拉近距离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宇宙给你 很好的一个讯息哦 你可以试看看哦 好的 这就是选择到 红碧玉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